dagen 中文字幕。 這是紅蘿蔔嗎? 這好吃 看一下Dagen好吃 我們來把Dagen那 用鋸子鋸 鋸開來 鋸子鋸開來 生吃 生吃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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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非常懷疑是前面的時機睡著 所以大家都很同懶 那這邊相當熱 那由於呢 這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 那日耳這個地方是以回教為主 所以這邊呢 很多很多的民間習俗呢 是非常奇特的 那到底有多奇特呢 今天就跟著西凱德英的小朋友 一起去看看吧 走 日耳是印尼爪哇島上 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城 所在地就有一百多間學校 可說是人文會萃的地方 在當地一直是由蘇丹王室所統治的 雖然現在是由印尼政府所統治 但是日耳的人民 依然視蘇丹王室為崇高的象徵 由於蘇丹王喜歡飼養寵物 流傳到日耳的民間 人民所幸把飼養寵物 當成一種權貴的象徵 而且養的動物越稀有 熟悉的動物越多 就表示越富有了 為了滿足當地需求 在日耳也就逐漸育育出 買賣野生動物的市場 現在在我身後這邊 就日耳當地的一個動物市場 但有別於台灣的是因為 台灣的一些果菜市場 裡面賣了一些水果啊 肉啊 花啊 什麼東西啊 五股雜糧之類的 不過在這裡呢 當地居然是賣一些珍奇藝壽 有的甚至是一些保育熱的動物 到底有多奇怪呢 就跟我一起進去看看吧 走 一進這座動物市場 就發現許多的鳥籠 這似乎是承襲了 中國人喜歡賞鳥的傳統 你看這一排走道 掛的幾乎都是鳥籠 各種的鳥類 讓你看到眼花撩亂 但是這裡餵鳥的飼料 可就不只是飼料那麼簡單啦 張小姐這怎麼賣什麼 賣螞蟻啊 這種螞蟻很棒 那這個白色的是蛋是不是 對啊 感覺很像米 你看看 你看透明的 透明的 那這是賣給人的嗎 給鳥吃的喔 柬埔寨的時候 我有抓過紅果魚 但是這是當地很窮的人在吃的 他們會要補充自己的蛋白質 所以抓了一些紅果魚 看 像這種紅果魚 是從樹上採集而來的 連同螞蟻和卵 摘下來放在攤位上賣 所以整個攤位上 就任由紅果魚四處的爬來爬去 搞得小馬我 和我們的工作人員 全身都養了起來 這個 這個是紅果魚嗎 這個是不是紅果魚 這個 這個好吃 再吃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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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來來來 我在那邊來吃一小 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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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 這個這個這個 有了啦 有了啦 啊 誰敢吃這個 這什麼東西啊 這哪隻螞蟻蛋啊 這哪隻螞蟻蛋啊 這都已經成蟲了耶 可以降血壓呢 可以降血壓呢 厲害 厲害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就是覺得軟軟的 這紅果魚的卵 不是給鳥吃的嗎 說起來有點奇怪 這鳥吃的東西 人也可以吃 而且是為了保健身體 想想在柬埔寨的地方 人民因為沒有東西吃 才吃螞蟻 但是 在日耳這個地方 卻是因為要預防疾病 才吃的喔 可何必這樣子吧 這個減菜的訪問 人家搞死人啊 又補的 又補的 我那麼年輕立狀 所以我要補什麼 再補更有力 更有力 可是我看到的不是這樣子喔 我看到的是螞蟻跟蛋 你看 因為一定把它蒸好了 而且蒸 蒸好了把它拆乾 我們能夠保存它 你講好 這是補什麼呢 就是男人 男人的 男人的是不是 那我知道了 味道是怎麼樣 有一點欣欣味 有一點欣欣的味道 我先問一下 哇 有夠臭的 這比 這好像那個 好像鹹魚嗎 不是不是不是鹹魚 好像那個 什麼 那個 鳥大便 差不多啊 差不多 差不多 好像鳥大便的味道 欸我們再聊個天嘛 這個 這一杯實在很難 很難下咽 欸我們卡接一下好不好 倒個半杯 卡接完之後 我就說喝過了 喝就喝就喝了 喝就喝了 我跟你講 我先 我剛剛講說這是鳥大便對不對 這不是鳥大便 這絕對是有香港腳 臭的那種香港腳襪子 香港腳襪子 香港腳襪子 然後去泡水 然後拿起來喝 真的啊 觀眾可能看起來很噁心對不對 但是這有在 養那個 驕傲的人 因為你知道這是 麵包蟲 白文鳥 或是養化眉的時候 就給牠吃麵包蟲就對了 這也是給鳥吃的嘛 對 是不是給鳥吃的 對 這 啊 你要吃是不是 來來吃吃看 吃吃吃吃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我跟你講 牠一定是吃太多蟲喔 吃到那邊 死去都瘋了 這什麼 這什麼 這好像蠶寶寶喔 在這裡要慢慢戳掉 對不對 豬紙給牠 用蟲子 然後去蟲子 influx 喔 那這裡是給鳥吃的 釣魚用的 釣魚 釣魚用的 那這個人不能吃 沒錯 要給牠炒 牠準備炒 要炒 什麼啊 這樣都可以炒來吃喔 雖然小馬我在東南亞各地 吃過很多的蟲蟲大餐 但是這種鳥吃的蟲要再來吃 還是需要心裡調適一下才行 炒這個蟲來吃喔 他要幫他先洗一洗 你看 這是蟋蟲 他們叫這個蟲是怎麼樣 是讓人吃的嗎 對 人要吃的喔 對 要吃的 那這個 為什麼他們要吃這個蟲 對身體有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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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邊賣的蟋蟲呢 不單是動物吃的 有時候人也買回去炸的吃 那他裡面的內臟呢 蟲蟲裡面的內臟有沒有拿掉 沒有拿掉 不是蟲蟲裡面的內臟要拿掉嗎 看好噁心喔 好噁喔 好噁心喔 你說西煞喔 不是 你看我都講話 講話不會講 蟋蟀喔 炸起來之後 我還比較敢克服我心理狀態 因為他 我就把它想像是炸蝦子好了 不過炸這種軟軟的蟲 好奇怪喔 那個蟲一放油裡面之後 他整個人身體變長了 他這樣 就變炸得很長了 各位看官 先來看一下這隻蟋蟲 沒有把裡頭的腸子處理掉就炸來吃 嗯 小貓我又不是鳥 再看看這竹子蟲炸過後 還是感覺很噁心 你們看 一群觀眾都圍了過來 好像我不吃他們會很不高興 還有我們的工作人員 一副我要是不吃就領不到薪水的樣子 就入境隨俗 吃吧 好棒喔 OK 我們這一集呢就錄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拜拜 好恐怖喔 我們找現場觀眾吃好不好 我們看看說 印尼人當地的人呢 是不是敢吃這個 首先老闆娘要為我們示範 老闆娘客一隻來 好麻 你先 你先 好不好吃 天啊 其實你知道我覺得 我真的在挑戰我自己的極限 看我 把牙撞了 這把牙撞了 你爛你了 我先撞了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要弄這個東西給我吃 好恐怖喔 我不敢 我還來不及去想他的味道 甲殼類的都吃起來很像炸西哥 有點像那種 我告訴你 我什麼都敢 好不好 就這個不敢 安娜 我每天都要嘗試很多這種很奇怪的東西 預備喔 攝影師 只有這一次喔 沒有NG了好不好 各位觀眾 掌聲鼓勵一下 OK 就是剛剛活蹦亂跳的那個殘寶寶有沒有 鼓動身軀的那個 一二 叫小帥 好怪的味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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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寧可吃西蒜 我講真的 西蒜我敢多吃一隻喔 那個殘寶寶不能再多吃一隻 那殘寶寶的味道好臭喔 吃完趕快打喔 因為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 如果你會覺得這市場只會賣一些小鳥小貓小狗的話 當然不 這野生市場賣的殼都是真情義壽 欸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該不會真的有黑熊老虎可以買吧 很特別這家賣的是貓頭鷹 貓頭鷹應該是保育類的動物吧 因為我不知道 你看兩隻他會不會想吃 唉唷 吃掉了你看看 因為老闆娘講說他也餓了 好我來餵這隻 睡覺 他還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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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要 他也不要 電視機前的觀眾 你一定很難想像 貓頭鷹就放在這市場上販賣 在台灣 可能只有在動物園才看得到 要不是咱們海關會查 小貓我一定帶一隻回家養 在台灣 買賣小貓小狗都會有專門的寵物販賣店 至於把寵物放在傳統的菜籤 我小馬可是第一次看到 小狗 終於看到比較特別的 比較特別的 這邊有 這是一家那種 比較像那種 台灣在賣那種爬蟲類動物的 問他有沒有讀 沒有讀 沒有讀 可是他是三角頭的耶 為什麼沒有讀 這個是拿來賣的 賣給人家養的嗎 對 這要多少錢一隻 印尼人一個月收入多少錢 對 大約五十萬也是五十塊 花一個月的薪水 一般人能花一個月的薪水 來買這個寵物耶 日人的人可真愛養動物啊 五十萬印尼盾 大約相當於五十塊美金 折合台幣大約是一千五百塊左右 這條小蛇 就需要日人一個月的薪水 在台灣一千五百塊 買一條小蛇算OK 但在這裡需要一個月的薪水 對 這樣說起來也很大 你看有這麼多的蛇齁 而且都蠻大的耶 這好像我們小時候去那種 國外拍照的時候用那種 在那個什麼公園前面啊 給人家拍照 那種蟒蛇 這沒有讀吧 那會不會勒人 我拿他看我拿他看 我拿他看 我拿他看 這個牠很重喔 其實蠻會怕的 這個蛇賣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一條半 一條半 一百五十塊等於 大概一百五十塊美金 一百五十塊美金 等一下 來買的人就這樣買 然後就這樣背著走 好 馬要帶裝起來 那這也是他們自己去抓的嗎 那這也是他們自己去抓的嗎 有人找他就放在這裡來賣 OK 有人抓蛇賣給他們 對 那我可以問他們說 抓蛇賣給他們賣多少錢 一條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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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賺 那我可怕 我可以 一條半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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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賺了五十萬 賺了五十塊 他賺不一定 大蟒蛇一條賺五十萬 一個月的薪水 難怪在日冷會有很多人 獵捕動物來賣賺賺外塊 你看 說著說著 一聯抓蛇的獵人 上門來抖操龍 我遇到一位啊,賣蛇人 他來這邊賣蛇給這個店家 那請問一下你從哪裡抓這個蛇? 你怎麼? 他買了,總是隨便買過來了 買來賣他們 那中間賺差價就對了 就他拿這個蛇來賣他啊 那這個蛇的主... 這個買主的都是看什麼? 看蛇的花紋 平常在里面就有吧 有附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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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附近嗎? 有附近嗎? 有附近嗎? 裡面會長很多 所以肚子大 所以這樣的話價格就比較低 那好健康一點的話價格就貴 如果適合什麼就很便宜 很便宜 你看那個蛇 兩公了 他要轉出去 你看他整個身體這樣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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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他以為想轉出去 你看他這個身體這樣 rea 子彌! 他要annt 他要轉出去 哇很用力耶 他很用力耶 你自己拍他他很用力耶 拍整KING這樣很用力 我想這條蛇是抓狂了吧 急著想逃出去 毒蛇 蟒蛇 蜥蜴 熔岩 我想這間是恐怖動物販賣區吧 這我還是無法想像 有人會買這些恐怖的動物回家養嗎 等一下 這是什麼怪東西啊 這群年輕人真的怪怪的 不是賣蛇就是賣什麼你知道嗎 這邊有一箱蝎子 蝎子要賣它幹嘛啦 蝎子人家這要賣去給人家養了嗎 誰在養蝎子啊 這個蝎子你會咬人嗎 蝎子現在在我的手上耶 好特別喔 蝎子現在在我的手上耶 好特別喔 我第一次抓到蝎子 我曾經有吃過蝎子 是因為乾的蝎子 是那個中藥 蝎子的中藥 那這次是我第一次摸那個活的蝎子 因為剛剛聽他們講說蝎子是有毒啦 但是沒有那麼毒啦 這個蝎子咬到的話頂多是紅種的 所以我才敢控它 要不要看誰敢控它 蝎子長得就很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會咬人家 有牠就能讓牠就好 就把它這樣摸到這裡 就把這個膝盜這樣抓住 他就把那個膝盜這樣抓出來 喔好可愛喔 這個... 你問他蝎子要抓尾巴是不是 其實 你看看他一直要叮喔 他一直要叮喔 有沒有他一直要叮喔 要尾巴到最後面 最後面是不是 最後面 這樣到中間 中間到發尾巴 各位這是一種嘗試 以後你遇到蝎子的時候 如果你很害怕的話 你就抓他尾巴最尾端 他就動不到你了 我成功了 我抓蝎子了 耶 耶 真的會有人把蝎子養在家裡嗎 這日冷的人還真是奇怪得很 不管啦 再往動物市場裡頭走走 說不定會出現更奇怪的真情異獸 終於在這個市場裡面 看到比較血腥的畫面了 就是有人在殺兔子 那在那邊 那一箱裡面 你看 那些有些兔子的頭啊 手啊 腳啊 被 被拔掉了 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來吃還是幹嘛 這邊有養猴子 你看兩個抱在一起 好可愛喔 兩個抱在一起 你看 很害怕 很害怕是不是 放輕 來過來 來 那這是給人家當寵物的嗎 寵物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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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小時候 在台灣的時候 早期在台灣的時候 還是有人在吃猴腦 突然因為禁止 現在廣東那一代 還是有人在吃猴子 就是吃他的腦袋 那這邊也是吃腦袋 但是用來治療 癌症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那根本就是愛吃猴腦 然後怎麼治癌症 醫學上也沒有這樣說 猴腦有治癌症的功效 那 他們就等著被宰了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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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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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養的 這個小的 小的還是先養 養到大的才殺 對 大的在底下 好可憐 我們一直擔心的是 它還是發生了 大陸的廣東地區 用的是活生生的猴子 直接切開腦門 生吞猴腦 手法非常的殘暴 沒想到 在這裡居然也在效果 都是誰來買這些猴子 拿去吃那個腦的 荷蘭人 荷蘭人 外國人 對 外國人特別知道 這邊有在賣猴子吃猴腦 那這邊沒有說 什麼當地醫療機關會查的嗎 印尼的一個藥方 所以他們政府不抓 那他有沒有吃過 但是如果腦袋他還沒吃過 但是他的肉他吃過 吃過猴子肉啊 猴子肉也可以吃 猴子肉也可以吃 對嗎 那有什麼卡通 他是 發養的人吃了以後就醫好了 吃皮膚過敏的人 皮膚養的人 吃猴子肉 但是猴子肉吃起來什麼感覺 肉餅的像什麼 像什麼 像白兔肉 白豬肉 白兔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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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什麼肉都吃耶 怎麼會是為了治病 才去吃猴腦呢 小馬我真的不太敢相信 現在的醫學這麼發達 殺掉這些可愛的猴子 生吃他們的腦 真的比較有用嗎 我不相信 我生氣啦 泰國人他吃猴腦 是怎麼處理的 猴腦 這是日本人 你真的 還沒打擾這樣 就不太難了 白兔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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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殺死 我來把這個腦 用劑子 劑 劑開來 劑子劑開來 生吃 生吃猴腦 那那個猴子已經死了是不是 對 我媽媽 我媽媽的 我媽媽的 猴子死 猴子死了 還好猴子是 感覺上猴子是死了 然後吃他的 腦 要不然的話就很像那個 有一部 恐怖 有部片像什麼 人魔就是 他把那個人腦這樣打開了之後 那人還會說話 然後他還在尖他的腦袋 再活 好恐怖喔 其實猴腦大概就屬於這種情境吧 但是我覺得真的 大家饒了這些猴子 他們屬於我們的 應該 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我們的祖先吧 是祖先不太好 好不好 保育動物組織 曾經請到伊林 禁止獵殺 保育動物 但是 這裡如果讓國際愛護動物的團體知道 那一定會難 會得要死 這猴子是在哪裡 是在這邊窄的嗎 在這邊 在這邊 窄了就吃了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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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羊肉一樣就吃了 那 他那天沒有吃到好腦 沒有 沒有 沒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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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走了 如果他 他敢吃嗎 他敢吃嗎 不然 他敢吃嗎 不然 要不然 要吃 如果有人賣給他 他也 願意 趕 趕 不過現在這個世界環保組織 就是保育動物的組織 一直在警告說 印尼這邊有人在吃猴子 吃猴腦 他不會怕嗎 猴子他買賣 隨便可以買賣 所以 他們不怕 他們不怕喔 猴子 對他們來講不算犯法 對不對 這真的是 我們可能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在野生動物的市場裡 有人買來當成寵物 有人為了治病買來吃 難道當地人喜歡養許多真情異獸 除代表富貴之外 也有殺這些稀有動物來吃的風俗習慣嗎 我們找到一位日惹當地人 聽說他養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動物 動物多到家滿文化 簡直就像一座動物園 而且必須請三個員工來管理 他 養這些動物真的是有富有的象徵嗎 還是根本就想殺來品嘗 小馬 我要深入拜訪日惹民家一探究竟 人家 據說他們家裡面養了很多的動物 當然不知道養什麼 不過在門口就可以看到有人養雞 在這邊養雞 在這邊養雞 你是哪裡來的 你是哪裡來的 你怎麼會講中文 我們是台灣來的 你是華僑喔 你好你好你好 聽說這邊很多人家裡面養很多 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你們家養很多囉 有啊 真的喔 有沒有比較厲害的 你們家還有養什麼 家裡你做什麼 真的假的 不要騙我 李先生是一位華裔 早年祖父從大陸潮州移居印尼的日人 現在李先生已經是第三代了 他早已融入當地的生活 從事家裡的祖傳事業 瓷磚的美賣 在日熱算是最大的瓷磚公司 看看落意不絕的客人 和這麼長的門事 就知道他們是當地最大的瓷磚公司 這就你們家喔 對啊 他們家一進來之後 你看 光光這個玄關的地方 就有陽光照進來還不錯喔 你知道嗎 我們華僑也是照風水啊 風水是南方 南海啊 風從這裡來啊 進到我們家屋 所以這個風水有關的喔 有啊 這麼厲害 它的門口有好多烏龜喔 對啊 這是中國拿來的金錢龜啊 金錢龜 金錢龜 這個很貴吧 貴啊 火薄不能夠拿出來嘛 金錢龜喔 你這裡有多少烏龜 超多 約五十隻 五十隻喔 也是不是因為風水的關係 對啊 欸 華僑果然注重風水喔 我們烏龜是長命 長壽 這裡現在是你們家客廳喔 對啊 他們家客廳好大喔 這是不是也跟風水有關 有啊 那這些魚啊 我對這個鯉魚喔 有一點點了解 三彩的有沒有 對啊 三彩啊 三個顏色的很貴對不對 對啊 家裡的玄關格局 承接南方的陽光 而且在裡頭養了烏龜 這倒是有瘦比南山的感覺 一進到客廳 迎面而來的就是鯉魚池 李先生說 在客廳裡見鯉魚池 水可以生財 鯉魚又代表財富 家裡的財富就會生生不息 講起來還真的有一番道理 鯉魚 看了鳥 看了魚 可是講真的 這個我們家小時候也有養 你們家還有什麼特別的動物 還有很多啊 真的嗎 特別多 在哪裡 裡面嗎 打開來看看 好 怎麼這麼多條紅龍 你看 一條兩紅啊 四條三條四條五條六條七條八條九條四條 哇好多喔 好多喔 我覺得李楊這是好多嘛 你看嗎 對啊 哈哈你看 你看我們李大哥 他愛龍的心切喔 愛龍到說要買到那個 有紅龍在身上的衣服 對啊 你總共有幾條 好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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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條有啊 二十條 你看這個王子是有啊 黃色的耶 黃色的很難對不對 比較少對不對 它變 它不會變顏色嗎 你看 不會變啊 就白色的 對啊 但是它這個就是白龍 白龍啊 紅龍白龍黃龍 你都 這是跟風水有關嗎 有啊 你以為李先生養的只有這三隻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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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這秘密花園的門 兩旁排列的都是紅龍魚 是李先生說 這才是代表富貴的小鎮 蟻蟀耶 這是給牠吃的對不對 對啊 它丟多少 一隻給牠吃多少 隨便啊 隨便喔 那我丟看喔 那些蟻蟀都浮在水面上 有有有有 看 發現了 其實台灣之前也有吹過 很早以前 我小時候也吹過一陣紅龍風 我們家那時候也養過很多紅龍 後來被那個 還有調溫度啊 紅龍被燙死了 喔 因為溫度壞掉了 整個回來之後 魚熟了 浮在水面上 烏龜 鯉魚 紅龍魚 這些都跟風水有關 但是 李大哥 你不是說有真情義獸嗎 我怎麼都沒看到 你看白色的紅色好可愛喔 這超魚的啊 這是很少有的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可以養 那為什麼你可以養 給牠 期盼 吃過寶嗎 國寶 那你為什麼可以養 聽不懂 聽不懂 你比較好嗎 跟官員比較好 有關係啦 所以準養 來給我抱抱 可以給我抱抱看嗎 好 其實我是蠻怕他尿尿的 這個呢 他說叫我國寶 國寶 他射身的紅色 七百萬就只有一個 七百萬隻當中 只有一兩隻 所以特別貴 對啊 那你可以高一點 你買的就有多少錢 差不多每千了 一千塊 一千塊 三萬 三四萬塊 喔 不怪是好野人 又跟官員有關係 李大哥好像是地方上的達官險要 在日耳這個地方 要蘇丹王同意 才可以養著白猴子 而且就李大哥所說 蘇丹王只同意兩位民眾可以飼養白猴子 而李大哥就是其中一位啦 這下我終於相信 在日耳這個地方 寵物養得越怪就代表越富有 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很會動的小孩 好可愛喔 而且你看他那個懶不辣 他那個懶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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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一個懶不辣 很像他是個男生 有沒有看到他的懶不辣 這是兇的嗎 大哥 兇的 不管是魚啊 雞啊 鳥啊 只要是稀少的 特殊的 李大哥通通都收藏 只要能代表富貴 一律收進他的秘密花園 這裡似乎像是他財富的龍脈 要好好的維持 動物越多 動物越稀有 財富的龍脈 才可以持續的維持 你看 這什麼東西 一大攤在那邊 他會動嗎 會啊 可是他已經 胖成像龍翔一樣了 還會動喔 這邊還有一隻耶 還有啦 哇齁 這裡是小隻的 你知道他們吃什麼 吃這個 吃這個 這個是雞肉啊 雞肉啊 跟我們人吃的一樣耶 他也是肉食性的耶 對下去他會動嗎 沒問題啊 沒問題啊 有的快 他動的蠻快的耶 吃掉了吃掉了 這個他會 骨頭要把它去掉吧 要把骨頭去掉對不對 對啊 那你還有什麼東西 你很想養 但還沒養到的 只有還沒養到 那個小老婆啊 啊 養二奶 還沒養到喔 二奶還沒養到 哎唷 大早在那邊看 小心點 都才在看啊 那你大哥 以前有沒有養過什麼 大的動物 有啊 獅子老虎啊 黑熊 黑熊養五隻 從小養到大 從小養到大 黑熊 還有山路 山路 那現在呢 他們跑掉了 政府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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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需要就把它拿走 那你有沒有聽人家講說 你這樣買黑熊吃熊掌啊 什麼的 對啊 我不要啊 你只是養他們而已 自己養他 李大哥 聽說你以前養動物養到時候 動物園要送老虎給你養 動物園啊 老虎啊 生海啊 生產的三隻 他不能夠養啊 叫我來這裡養啊 你拿到家裡養喔 那家伙我在哪裡養啊 養在哪裡 不要啦 鬧老虎 我不要養啊 是不是 是不是你們家的 你們家的母老虎也 不要她養 母老虎 你老婆很兇嗎 還好吧 一樣啦 跟老虎一樣兇 蛤 這麼兇喔 真的喔 在李大哥的家裡 有一處神秘的房間 而在李大哥的眼裡 這房間 才真正是他財富的秘密名學 驚饒老虎 甚至不讓我們拍攝 他的重要程度 似乎已經超過了他的秘密花園 這麼神秘的房間 裡頭到底有什麼東西 想把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 拜託了很久 李大哥才勉強答應 真的給你看了吧 你麥克風你轉過去 你時候看這個音 好大聲的 你會驗 就是這一間 好多喔 你看你看在飛的 有沒有看到 這些上面是後來 才蓋成這樣的嗎 沒有 為了養燕子 我昨天看到的 這個地方大概有兩百坪 滿大的 五百坪啊 有五百坪這麼大 然後我看到燕子 就好像咪完了 很像那個 一般那種我們去山裡面 有山東裡面的蝙蝠一樣 很多啊 多到一種 這是家燕 跟海燕很不一樣 這是家燕跟海燕不一樣 這是有分的 他們是自己飛來的嗎 飛來的 在台灣 有人在家裡 飛來一隻燕子竹巢 這代表是富貴的象徵 但是 在這裡居然有幾千隻的燕子 來李大哥家裡竹巢 李大哥甚至還扣住了一層樓房 供燕子住 不但可以帶來財富 大量生產的燕窩 還可以拿來賣錢 這也難怪李大哥 會這麼誓言如命 李大哥家看到他養燕子 已經覺得讓我嘖嘖撐起了 因為他是自然來的 然後可以讓他的材質燕窩 但沒想到這次來到李大哥家 他們家也有 也有 這怎麼回事 整個藝人員都在養燕子嗎 那李大哥 來 這個也是他自己飛來的嗎 現在因為我們趁這個燕子 出去生雞啦 還沒有回來之後 不要惊惱到他 所以我們現在趁這個時間 來進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進去之前還要套上去的 塑膠套 因為地上都是那個 膠壓扇 目前大概有幾支 所以各位專家裡有 差不多一百多 剛來的燕子 一看到我們來了 他就飛出去了 在日冷當地人 喜歡把家裡有窗戶的房間 作為引燕子飛來的房間 當地人會把這間房間 看成是富貴的無奈 不許任何人 驚擾裡頭的燕子 以便嚇跑燕子 也嚇跑自己的財富 但是 燕子不可能平白無故的自己來 其實 當地引燕子飛來 是有秘訣的 有的 有的 怎麼引他們來 這個有的是 他的那個粉 粉墊 粉墊 他全部 塗到牆壁 把他 塗一個粉 好 但是我們這裡 我們朋友 他自然的 自然的 建好以後 他自然的 回來 對 我現在看到他 他這個底下 沒有一個多 不是 結果還是潮燕 結果還是潮燕 但是現在裡面放的是什麼蛋 海燕的蛋 結果 還沒有 那你要自己放 蛤 你要自己放海燕的蛋 對 爬上去放 他 他剩了兩顆蛋以後 才可以換 才可以換 潮燕生了兩顆蛋之後 就把他蛋拿來換成海燕的蛋 對 那你是一個一個爬上去換 對 然後換一換 然後等到海燕的 小鳥飛出來之後 燕子飛出來之後 他就習慣這裡了 等你不習慣了 再飛回來 他就飛回來 就煮草了 然後你就賺錢了 厲害 為了吸引更多的燕子飛來 生產出更多的燕窩 狸貓換太子這招 就得享用 所以當地人 對養燕子真的很難 有 有啊 是乾在別的地方 還是這邊家 在打通嗎 為了養燕子啊 就是把它當生意再做 那做最好全部用 蛤 好像 好像你現在在家裡 全部用 那你住哪裡 沒有 下面一層 下面一層 第三層 第三層 你還是住底下就對了 你會不會住到最後一天 可以啊 蛤 你住的地方都養燕子 蛤 那你住哪裡 你看我們搬主機了 哈哈哈哈哈哈 說你 那真的是壞到大孩子 你看 現在 停定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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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